梅华正在疑惑 只听见那个英归将军有一个开口说道 摄月姑娘 你家赤月娘娘到底什么时候到啊 这岛山活害得滋味不好受啊 被换作摄月的姑娘说 紫月去报信了 咱们再撑一会儿 娘娘这边就到 妾夫不可出阵 否则她二人一定会逃走的 赤月娘娘 梅华的眉头皱了起来 在心中思索起来 猛然一睁 总不会是赤月罗煞吧 梅华心中一沉 二话没说掉头就走 急忙回去通知叶少阳去了 不管是不是赤月罗煞 一定都是极难对付的邪妇 她自己一个人 连阵中这几个人都不是对手 只能去找叶少阳帮忙 赤月罗煞 那是谁 叶少阳本来就没睡 听了美华的汇报 一下子就愣住了 赤月罗煞 太阴山四大罗煞真意 老大 你就别问了 那两个姑娘快撑不住了 我们快去吧 走 我去叫醒大伙 几分钟之后 大家一起出门 可怜那两辆马车的马了 刚吃完草料 舒服地睡着了 又被人拉了出来 只好努力赶路 快到牛头山的时候 叶少阳一干人 已经感觉到了阴气的存在 几匹马也感觉到了 出于生物的本能 一匹匹都愁愁不前 焦躁不安地打着响饼 前面也没多少路了 我们走吧 下车之后 叶少阳看了几匹马 想要离开这个地方 但是却被缰绳所困 左右磨蹭着 样子有点可怜 于是就把他们都给解开了 重获自由之后 这些马立刻都撒了花儿的跑了 叶少阳一干人冲上了牛头山 之前那几个被困的山民 还在鬼打抢走 老鼠转悠了半天 也照样看他们没什么生命危险 也就没去管他们 穿过阴云 来到了美华之前所处的位置 朝里面看去 那几个阴龟将军 和两个女鬼 还在阵中困着 阵法之中 无童不知所措的呆呆站着 妙心面前放着个火盆 不断地往里面烧纸 口中念着咒语 燃烧后的指挥 不断地飘入阵法之中 加持着阵法的灵力 阻挡那几个太阴山的家伙 破阵的步伐 还好还好 没来晚 叶少阳长出了一口气 往前快步走了几步 从树林里出去 冲妙心和梧桐吹了声口哨 两位美女 没事吧你们 两人抬头看去 见是叶少阳 顿时都有些懵了 少阳 你怎么会在这儿 梧桐扮上回过神的 男男说道 追着你们来的 叶少阳看着他笑了笑 梧桐一听 顿时明白了 他肯定知道了自己来这里的目的 脸上有些烧得慌 你们是什么人 那两个女鬼和鹰龟将军被困在阵法中 离叶少阳他们虽然只有十几米远 但是他们看到的是无尽的烽火山林 正在其中苦苦地寻找出路 看不到叶少阳等人的存在 但却能听到他们的声音 因而发问 兄弟们 我们冲进去 办了他们 叶少阳发号示令 立刻就要冲过去 妙心却急忙喊道 切磨从那边进来 这是六闪天门阵 六闪不同 你们从这边进来 我来告诉你们 入阵的口诀 如果跟那几个邪悟 从同一个方向入阵 都在同一闪天门之中 口诀也一样 他们能出来 那几个家伙也会跟着进去的 叶少阳一行人 按照妙心指示的方位 进入了阵法 眼前风景立变 茫茫天地 一派光怪陆离的景象 根据妙心给的口诀 大伙照着指点的方向走 最终总算是走出了阵法 来到了阵法中间的安全地带 幸好你们来了 不然今晚 我们两个就得死在这了 妙心看了叶少阳一眼说道 又看了看了身边的那些人 很多都是没见过的 这种时候 他也没工夫多打听 手上一直在不断地 稍止捷径 维持着阵法 再次见面 梧桐和叶少阳略微有些尴尬 互相望着 最后梧桐低下了头 喃喃说 但愿你能原谅我怎么做 我懂得 叶少阳沉默了一会儿问道 你们既然布阵困住了他们 为什么不走 走不了 须得 我不断做法 并且在这里压阵 这阵法才能够维持下去 我若是走了 他们很快就能破阵 到时候追上我们 还往哪里跑啊 但你们最初 是怎么有空步阵的呢 毛小方好奇地问道 我们本来就是被一路追赶 打不过 也跑不掉 这山顶 灵气充盈 我们在山口 布置一个简单的 攀蛇阵困住他们 走到这里 雷布置了这个 想用阵法 困住他们突然地击杀 他们最初 只有两个人 没想到半路 又多了几个 就成了这样了 他们 去太阴山来的 叶少阳点了点头 那他们 为什么要杀吴童啊 妙心更是不解 一句话说不清 还是先离开这吧 这些人怎么办 去杀了他们 妙心说 你去吧 从这边 反人入阵 是不同的光景 我教你们口诀 你们进去 我压阵控制住他们 叶少阳留下美花和凤夕 保护两个姑娘 其余人跟着自己 一起入阵 根据妙心给出的口诀 一步步地接近 那几个英规将军 和两个女鬼 所在的位置 你们是人间法师 我们是太阴山来的 你们要知道 得罪了太阴山的下场 那个叫做 摄阅的女鬼 冷冷说道 这时候 叶少阳一行人 已经走到了 离他们不远的方向 再往前一步 立刻就进入 跟他们一样的 幻境之中 而那边 妙心停止了 阵法的运转 眼前唤醒消失 叶少阳跟那个 叫做摄阅的女鬼 四目相对 笑道 太阴山是吧 我专杀太阴山的 说完就把剑冲了上去 那女鬼摇身一扁 嘴巴咧开 一条散着腐头尾的舌头 冲着叶少阳 转了过来 末端分开 好像章鱼哥的腿一样 分开了好几股 疯狂地蠕动着 我去 这臭的 姑娘 你看这长得也不错呀 怎么不刷牙呢 叶少阳伸手在嘴边 刷了伤 一道灵符 打了过去 缠斗起来 当灵符在女鬼身上燃烧 叶少阳的神势中 感受到了那股灵力 与女鬼身上的 鬼气撞击的时候 产生的波动 浑身每一个细胞 都兴奋了起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